所以我就跑到那个稻田梗子上去哭 小妈妈 小妈妈 所以后来我就画了这一张画 我妈算是时代女性很能干的 只要是外申人的小孩 我妈就会偷偷地接济她们 我母亲就是那一次我带她 回去大陆 然后呢就没有再有机会回去 带她的照片 带我儿的照片给她妈妈看 她妈妈一面看一面掉眼泪 我是个大时代的小人物 但是小人物当中是最历经苍苍的 大部分的女生都没有念太多的书 可是我的母亲在那个时候 她就已经念到女子的初中毕业了 离开家乡以后 可以见过我父母亲 我还没有认识 她们少许 过来 她们的家乡以后 我从这个儿子里再过来 离开家乡以后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